上航空母鑑 欸其實可是我覺得這個遊戲如果用航空母鑑 其實要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他控飛機 他要控飛機啊 對 開始啦 喔開始喔開始喔 掌花明光 幹你白癡喔 哎呦我們竟然唱什麼樣 不是啊 撐腸風 波舉浪 波舉浪 到處都打YouTube也打 Twitter也打 這邊也打 所以大家這遊戲一定很好玩 對啊 因為很多錢 因為他賺了很多錢 好 最後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要使用的就是這一艘 Low Young 驅逐艦 聽說是 Low Young 什麼啊 看一下介紹啊 不是啊 他沒有中文啊 你講他們的中文 這沒有中文 沒有啊 一艘專為美國海軍打造 游泳強大防護砲 以及高防速的 喂 出手 好 還沒打完啊 1954年已經叫了中文 我們可以依照用科技術來看 你看得懂 來 譬如說這個 教住我 在哪裡 在這 那Tago 他怎麼選到那個的啊 是塗裝嗎 這樣怎麼可能 因為 因為其實 其實裡面他只有分 分四個國家的傳見 那我們剛剛是中華民國的嗎 美國啦 他剛剛是說美國製造的啊 看一下美國 美國製造的 對啊 然後1954年移交給那個啊 往下呢 往下呢 沒啦 就這樣而已 吹竹劍的最後一艘 那不得 沒有啊 沒有他耶 所以代表你知道這什麼 活動的 這個就是塗裝 you know what I mean 哦 you know what I mean 中國 不是 中華民國 整太快了 you know what I mean 所以 Fillow多說我們直接加入戰鬥 他其實這邊可以選 就是聯合作戰跟隨機戰鬥 那聯合作戰主要是跟 電腦 玩家跟電腦PK 那隨機戰鬥就是 玩家跟玩家PK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聽說威力也是曾經 是不是一個晚上都在打 曾經啊 我可是飄洋在海上 我跟你講 飄洋海中的男兒 所以我通常都是第一艘趴的 你不要笑我 因為我是驅逐艦 我主要是出去 然後把所有的人造 這樣講是驅逐艦 就是拿去送的啊 其實幾乎 幾乎很多人的驅逐艦 都是拿去送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坦克就對了 我跟大家這樣打 不是坦克 它很像是刺猴的概念 先出去說 欸這邊有人喔 這邊有人 小心這邊有人 這邊有人 然後衝出去這樣子 結果 通常都第一個死啊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 比較多就對了 我們這一局有 三艘阻力艦 三艘阻力艦 然後 阻力艦那種是 火力比較強大嗎 對 可是它速度比較緩慢 所以通常選阻力艦的人 通常不是特別準 就是特別坦 可是坦的人比較少 所以大家都是比準的 譬如說它因為主機艦的射程方面比較廣 它就這樣 噓 要預測要很強 對 你要預測說那個船馬上去走 對啊 那主要我覺得最難打的還是驅逐艦 因為驅逐艦的速度快 好快喔 對 那 蘇二的驅逐艦 它本身是附有魚雷的功能 所以其實它的 我覺得它的強度 如果是真的要玩驅逐艦 我覺得 比較建議玩就是 蘇二那個國家的驅逐艦 因為它有附魚雷 那驅逐艦能躲魚雷 可是也很容易中魚雷 為什麼 能躲又能中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它移動速度快 它跑的時候有可能說 因為它們魚雷很聰明 它會藉由島嶼跟島嶼的中間 然後它放魚雷 可是你在經過的時候你看不到 就你速度一跳 剛好上 一出就給你 對 而且這個遊戲它轉換的 來來來來來 那我們來要設定一下視角 來來來來 不然你開也怕 不然你開也怕 側側 下下嗎 先前速前進 所以聽起來主力鍵 碰到虛弧鍵速度快 其實還蠻難打的 尤其如果近身的話 說實在的 真的是這樣子 就會被剋到 然後按M的時候 可以叫做地圖 那通常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會先設巡航點 就是你看 我在這邊嘛 那我對我在這邊 然後看它們出去的方向 比如它們都往這邊走 那你就跟著大隊走 然後你就可以設定 你要走的方向 它就自動照你的地方去走嘛 你就不用特別操控你的那個 對 那就主要開始看 因為它現在照航線航行了 那現在主要開始就是按Shift鍵 比如說 它說前方有敵軍 就這樣 按Shift就可以 可以拉近 我真的覺得 一開始很像觀光遊戲 有沒有 喔 漂亮的東西 還可以跟你望遠鏡看一下 島嶼上面有沒有什麼 模擬市民 哇 辣妹喔 喔 開炮 然後它 這個就是 它上面不是 我們移動稍微 那個小準星 黃色的小準星 有沒有 你大炮炮門正在移動 欸 你可以撞自己的對不對 欸 你可以撞自己的對不對 其實可以 但它有炮血嗎 欸 你在甩尾捏 我船在幹嘛 你在甩尾 你剛剛在甩尾捏 來囉來囉 先跟著這個隊友走 因為我覺得它 一定知道哪裡有東西 真的假的 它是 欸 它的船是比較小嗎 沒有 我們是一樣大的 只是看起來比較小而已 它也是去組件 可是人家是那個 比較工業 工業史人嗎 在冒黑煙欸 我們是現代 我們是現代 我們是環保的環保 其實它收入的船艦 好像從那種 二戰時期的船艦 就有收入進來 然後一直在收 對 然後一直收入到現在 最新的船艦 所以什麼船艦都有 可是那這樣子 打起來能打嗎 現在新的船艦真的強啊 其實 就是 多多少都是能打的 多多少 做一些平衡啊 因為你船艦 像我那時候我剛拿著帳號 我想說 幹 我超多自由經驗 直接罵了買到最後一艘船 結果我出去發現其實 其實 有人用超小那種 把你打爆啦 對 罵驅逐箭 貼著你打啊 你連躲都沒得躲啊 想躲啊 有沒有 我們現在玩這個模式是站點的 那現在那個敵方 站到了B點 所以代表這一塊有敵方 那這一塊也有敵方 C沒有 你這樣子 C怎麼辦 到大家 站起你們就少一個點了 是沒錯啦 所以我們想說我們從AB點往回打 隊友應該是這樣子 想的 那就一起啦 反正你們大家一起一定可以拔一點的打下來 先想一下 隊友應該是有經驗才會這樣打 這麼相信你的隊友 多多少少相信一下吧 好 我來幫你 轉個彎轉個彎 其實不用 因為他只要轉彎才有空而已 因為他那個 速度的時候是直接就有了 速度我記得可以調嘛 你的速度你care full speed 或者是你要三分之二 對對對 四分之三劫 二分之一劫 四分之一劫 這樣子打 其實萬根明這次的遊戲都是 講得非常擬真真實的 像戰車世界也是一樣 對 不管是裡面的武裝細部啊 成劍的考究 然後加上他的操作模式 你看速度也是用真正的結束來分 哇 他們應該是集體行動啊 現在到了A區也沒遇到任何人 所以他們應該是一團一團的招 比如說他們從 欸我們C區也站連了 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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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打砲 先後退 哇你一個大女三八耶 我覺得應該中 我覺得應該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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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勒 好等一下他現在就死定了 等一下最好被瞄準了 我記得他打到會跟你顯示對不對 對什麼 擊中 擊中然後多少傷害之類的 對我覺得我應該會中吧 中了中了中了 有了有命中目標 欸這地獸來送的他完全不動欸 他有動啦只是因為他 欸欸 有時候有時候 你懂嗎電腦比較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傳見會突然不見 厲害厲害 哇他說有發動技能 然後誰 隱身術 喔對這遊戲還有技能 他有分 HP跟 H1跟AP帶 就所謂的 穿甲跟爆破帶 就看 那主要一開始 對主要一開始 通常都是 喔你看魚雷出現 魚雷出現了 喔他 哇 閃中間 閃中間 前進 喔喔喔 安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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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改一個會閃欸 我現在變目標 我現在變目標了 我現在變目標了 喔喔 欸 阿 你看這時候著火有沒有 然後我就可以按 R 修復我的船 啊啊啊來不起來 我覺得你先退 先退 先退回阿 呀呀呀呀呀呀 喔喔 你剛剛引擎大作損壞 你現在可以修復嗎 可以我已經修復了 我已經修復了 好 好 你解決問題 避避風頭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魚雷 欸 我覺得這個角度 先發射個 總有人會經過啦 齁 我們就等一下啦 哇 他距離很遠的人 後面也有人 你的隊友 欸 哎呀 剛好跟你分相互方向 你們應該弄個 火網啊 你逃不掉啊 春火風 風水龍 你不要每次我要Gang 進來鬧 然後再來死了 再來死了跟我說 沒有啦 健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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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什麼啦 還拖著我的專業遊戲 中 應該中 你會 我越來中了 為什麼別人一發那麼多發 你會發幾發阿 你看你在淡 淡雨欸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所謂的主力劍 主力劍 然後 那個 驅逐劍 跟巡洋劍 他們的砲 他們那個砲 砲門那個門數就不一樣 像我們泛舟輝 泛舟輝連敵人都找不到在哪裡 瞄準是哪個我忘記了 Shift 按一下就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佔領區域了 通常區域內的 敵方如果戰績比我們還多的話 我們那個區域炒下來了 所以現在主要 我們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把整個敵方 打出圈外 或是把敵方 可是你們現在的分數是落後的 絕對是落後的 因為你們剛剛 比較慢站到C 對 反正你把A點搶下來 應該就會贏了 對 別人BCC就已經先站到了 告訴你啊 其實我們船艦上的 那個數量差距 其實有差 因為我們已經少了兩艘船了 我覺得 不管哪一個模式 就是把別人全部殺光 就是贏 這種打法的情況 是初學者的打法 因為他們都會 那種戰略性 比如說我跟你走一起 那我們兩個如果遇到敵人 還不至於落單 我覺得你越來越靠近 我覺得你一落單的話 真的是很容易被人家圍攻 像這個情況就是被人家圍攻 看那麼多砲門在飛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先閃 拜託一個甩尾 欸 你轉門這個沒有吹隻 我先轉頭啊 好 沒關係 先閃 快閃 那現在我們的體力已經幾乎到 黃鞋的狀態 就是代表說我們剩下半條鞋了 真的假的 我現在才看到 我們現在剩下半條鞋 所以其實我們幾乎再 按個238就沒了 可是其實幾乎我們這樣已經達到 我們驅逐艦所需要達到的效果就是 登場 干擾敵軍 這算是驅逐耶 可是看起來我們傳見比較多 不是嗎 你看一下 沒有 你看上面 上面有比數 上面 我們已經少了一台 可是我們少了那台是 我說我們再 我們一點站下來 你看我們一點現在站下來 然後我們少了那台是 我們少了兩台是驅逐艦 然後他們少的是巡洋艦 那如果這樣比例而言比起來的話 巡洋艦 他們少的巡洋艦 對他們來說比較傷 你覺得我們要來 升風一次 衝過去灑他魚雷 然後自殺 說不定還可以抓到 我覺得 我覺得 你等血量少 你先跨塔敵方血量 因為你現在差不多在吃到 一兩泡 就死了 可是你先跨塔敵方血量 可能敵方已經快死了 你還衝過去送走 因為你衝過去灑個魚雷 大概可以死一隻 如果你在撞個一隻的話 你現在這麼遠 魚雷打得到吧 魚雷打得到 你可以先掃好看 魚雷超慢 先掃一發 掃到就在那個區域 你要先測身 傳教先測 因為魚雷超慢 所以你要預估 真的 魚雷強的人都是這樣預估的 因為魚雷你這樣放過去 別人的畫面會有那種 顯示說魚雷來 告訴你方向 對 而且他這麼慢 像我們的T跟Y鍵 測出的功能 他現在大概已經發現 他開始要開始轉了 像我們T跟Y鍵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T可以放煙霧 然後敵方在偵測的時候 看到我們就會看到煙霧 而不會看到我們的環境 放了放了 你是看他開始轉了 他開始轉就是 他已經偵測到魚雷了 我們現在各方的魚雷 我們就要賭 就要賭會打得到 可是我個人覺得應該是可以打得到 打不到 但是你可以讓他轉向 他會轉向 你可以預測 你的魚雷 沒有撞啊 還沒打到 還沒打到就沒了 沒有 他是超出我的畫面了 還在飄 可是你現在 震受到敵軍人攻擊 我今天震受到敵軍人攻擊 你發火災 你發火災 敵人發火災 敵人發出火啊 為什麼我的隊友都離我那麼遙遠 因為你一直往前衝啊 就是神風吧 你連人都沒打到 你就神風 我打到超多人的 那你還是累積我的吧 我剛剛已經中了九發了耶 要不然我再打一次 我再打一次 不要你不要再鬧我們 不要不要 那現在我們分敞一下 我們看一下敵軍 敵我的差別就是 我們少了 我們少了 一艘驅逐艦 兩艘 我們少了三艘驅逐艦 一艘主力艦 一艘那個 巡洋艦 不行 啊 你要幹嘛 可是可以快速訊息嗎 還要怎樣 怎麼快速訊息 他想打字啊 他是不是有快速訊息可以按 沒有 你贏了 他這樣子 他直接按 因為我們死啊 你說你要打字嗎 誰打字比較好 是沒錯啦 可是他的是說這個 比如說 是按這個 你死掉就不行了嗎 不能啊 蛤 我們死掉也 你手當然沒有 他就是要嘴一下啊 我們看一下我們隊友在幹嘛 真的是 出頂了 真的是 不知道他都快去哪裡耶 這主力艦 其實我覺得他的打法 有點像是那種 就是最後撈頭的 大家都打得差不多了 他再回去 可是通常這個應該是 你驅逐艦應該在前面 撤阻一下別人 然後主力艦在後面 對 對 但是你前面人都喜歡 你驅逐艦 基本上就是干擾別人的啦 驅逐艦就是一個 當然不能神風算你那樣啊 就是一個 然後他其實有分 就是 所謂驅逐艦還有那個 魚雷的長短 他驅逐艦 巡洋艦跟 主力艦他們其實都會有魚雷 可是 驅逐艦的魚雷比較短 比較短 所以 像剛剛小特哥講的就是 驅逐艦主要真的是神風 可是沒有像那麼近的 對 你剛剛也是打了一半還沒到 真的是太近了 對啊 因為我玩都是血一半 我們就是神風對方 傻哈魚雷還在神風對方 真的是還差一點啊 這樣輸定啊 對 這樣我們應該就輸定了 因為 看我們的那個 船艦的 他大概吃三發吧 砰砰砰 哇這個三發 好濕滿耶 痛你看 有沒有 魚雷打到的時候就變成很短 魚雷真的超痛 主要是因為他擊發之後 他可能還會造成比如說 引擎失效 或是什麼多失效 他沒辦法轉換 或是沒辦法前進 看他怎麼裂開 你看這個也快死了 還在躲耶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 我們幾乎是輸了 可是我們的隊友都還歸 欸我們上次攻上這個的時候啊 嗯 好像也沒有贏過 其實要贏的話 我們其實直接玩電腦模式就可以贏了 對 你懂嗎 打人啊 只是要打人嘛 不打NBC啊 怎麼可以打NBC啊 是不是 不是 真的 其實他因為傳鍵 傳鍵的等級比較高 你能配到的場次也比較高 所以 變成是 對方的等級也很高 可是遇到這種 通常是大家打法都是有技術性的 比如說我往前衝 然後是往後退之類的 其實最好還是要配合 對 真的是 隊友要配合 這裝飾到什麼 主力鍵啊 燒起來 還是 對啊主力鍵啊 還在歸耶 你看他的泡門數就比較多 喔喔喔喔 我一直被撞 真的看準度了啦 還有那個團隊的配合 這幾乎 幾乎是準度的問題啦 看準度的問題啦 要撞到NBC也不簡單 我們要不要直接下一場 燒起來 好結束了 結束了結束了 因為我們輸了 到1000就結束了是不是 我剛剛看了 嗯嗯 對對對 可是他其實300的時候起來蠻多的 OK 可是幾乎 可是到後面的 其實到後面的升等的時候都需要的東西比較多 不然我們打一場自信場好不好 我們來玩聯合作戰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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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我們還是一樣 那就遵從哈魯的意思 我們幾乎 你威力這麼強 你不要給小菜哥玩 我看你 拜託 OK啦可以贏的啦 開玩笑 那這種像這些配置 你有沒有玩出一個方法 覺得怎樣的配置比較好 其實這幾乎是電腦隨機配置的 就是你 驅逐艦 巡洋艦 主機艦 航空母艦 怎麼配置 搞不好有比較強組的 你說我怎麼玩會比較強組的 通常都是 驅逐艦的話 通常是四艘 因為他們自動配的時候都是很準的 有四艘驅逐艦 然後三艘巡洋艦 然後一艘主力 一艘航空 其實這樣差不多 他配的方式就差不多了 對 那我個人覺得打法的話 還是驅逐艦衝第一 然後航空母艦 其實他不一定要電最後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航空母艦不能擋 要電最後 可是通常有些高階玩家 他們是會電中間 因為飛機他飛航的時候有距離 他返航跟出去的時候 時間是要計算的 所以譬如說我先出去 然後我丟了一些魚雷 可是我飛機飛回來時間很長 那我在發第二發的時候 很容易我母艦就遭受攻擊了 所以他們會讓母艦 處於一個中間的位置 我飛哪裡都是對的 其實這支遊戲其實他還蠻有一點 就是 那種策略型的難度 就說你要往前刷 往後刷這樣子 我現在等 等待準備開始 開始戰鬥 哇 這個地圖我沒有看過 這個地圖應該是新的吧 是吧 應該是新的 好像在奇光之地啊 還是什麼的啊 怎麼那麼酷 通常一開始大家都會想說 喔 我跟著你走 你跟著我走 這也是站點嗎 有四個點 對也是站點的 右邊看起來 狀態地圖比較多 可以利用的地方 可以躲的地方感情比較多 對 哇懂懂了解了解 其實香港的航空母艦 應該就要在中間的地方 可是這個地圖 對航空母艦來說是非常不利 飛機飛不了那個狀態嗎 可以嗎 飛得了 可是重點是他在 因為他其實飛的時候 你控制飛機的時候 你幾乎看不到自己的航空母艦的狀態 那如果今天他被W遮住的時候 他是不會顯示的 你懂嗎 其實隊友要cover你的左右兩邊 對 你只要停在那個障礙物後面 基本上他打不到你 你再讓飛機一直去干擾 對 這款遊戲真的是 你的自己的轉圖 還有跟隊友配合很重要 也只能說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如果網友覺得說我講得不太對的話 其實也可以提出來 不然你明天抱你的時速 不然你玩了多少小時 算不算 其實那時候 剛剛看完來到玩的時候 我回去玩大概玩了 如果累積再短短一個禮拜 我應該玩了快要三天的時間 我就說那個累積的時速 我一個禮拜只有七天 你玩了三天 快要三天的時間 我都在玩戰艦世界 有 所以我那幾天 來上班的時候都特別累 讚 因為戰艦世界對 就是 軍事迷 因為我平常很喜歡玩射擊遊戲 所以變成是 只要是有軍事的東西 我都會想玩玩看 所以我就玩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 特別好 所以說 這個東西 合我口味 對 是您的菜 是我的菜 是您的菜 好 威力大師 請問現在 單兵如何主持 現在幾乎是已經 我們看地圖 現在已經有兩艘船艦被發現 對方 看地圖 都要兩艘船艦被發現 那其實我們的隊友 都會開始往那邊聚集 因為他們覺得 那邊是一個會戰場所 可以接面敵人為主要 那邊是一個會戰場所 所以他待會去那邊聚集 可是有四個點 基本上這個還是以佔領為主 對 盡量把點都先斷下來 對 因為佔領下去是有分數的 那像我們A跟B 其實我們A有人在戰 B有人在戰 所以我們分數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就是 看誰的第一艘船被打趴 就這樣子 因為他是看範圍裡面的那個 因為通常這個也是有那種 氣勢的問題 就是說 你第一艘船就被打趴了這樣子 再來你們隊友就不太敢衝了 不過現在這個情況上 你好像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打 因為我們只有射程 你的B已經快被 快被站走了 你要不要去救一下 有有 進入場 在那邊給我看 先跑 在那邊給我看 這應該是打得到 有到 B已經被站走了 有耶 他那時候一直被狂打 其實他有時候顯示效果不太好 都會出來 到底在哪裡啊 先掃 先掃 先掃一發再說 所以你要不要過去支援 讓你的 你的劍術比敵方多次 我們現在看一下啊 我們隊友的行進方向 也是在這邊會戰居多 所以我們其實不能往這邊衝 就會變成剛剛的局面很像 就是我們自己被人家包在裡面打 所以我們還是先 集火在某個地方 先把地方 敵方船艇 人撈幾艘就撈幾艘啦 主要是這樣 不過你現在都被金主黨 可是我之前有打過一場是 其實大家都很努力在打船 可是點被人家佔光了 你看你現在D根本沒人佔 你看BCD都要被人家佔光 我覺得他們現在都在撈人耶 你看你看 你的隊友全部都在左下角的部分 但是BCCD D已經開始被佔了 所以覺得我 這樣子你這樣子 等一下馬上支援都被跳過去了 我先去B點等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覺得很容易就是 會被 因為他有島嶼的優勢 現在基本上應該要用 至少先把B點站回來吧 不然你要怎麼打 是不是 我覺得可能不夠 我覺得隊友不夠 隊友為什麼你們隊友在很遠的地方 還是他們在那邊就可以打了 他們在很遠的地方 其實都在附近耶 其實我也不用太怕說 我去B點被包圍這件事情 對啊其實都在附近 你們B點其實還蠻多人 可是現在 可是沒有人過去B點 就沒辦法佔領不是嗎 對 所以要有人在B點內的範圍裡面 所以我先到了 慢慢探出個頭 左邊 肯定是有敵方存在的 對 所以我們不能一下子 哇 看星星有衝出去 穩趴 穩穩的趴 在後面應該就會有人 先放個 先放個魚雷好了 你知道 就是這種 山洞跟山洞間 有沒有 這時候放個魚雷 剩一分鐘了 剩一分鐘了 哇 難怪這遊戲叫做時間殺手 哇 動不動就真的時間就過很快 好了 小區 今天有活動啊 只要分享指定PO文 就有機會抽的 WARGAMING的 中路邊好康 活動網址就 掃QRKO去看 或是到我們粉絲團上面去 好不好 分享指定PO文 就有機會抽 幹你這麼好抽 而且威力會陪你一起玩喔 呃 有時間啦 有時間跟大家一起玩 威力超麻 大家約我 我就跟大家一起玩 你看現在我就在佔領區域了 好 好 那就在這個佔領區域的甜美時間中 我們就度過了這一次的工商時間 只能說這遊戲真的是好玩啊 可是他的廣告出得太太 太太太惱人了 不然這遊戲其實是好遊戲 真的認真的 這遊戲對老實說是 好遊戲也差這麼多錢可以出啦 老實說啊 真的啊 對啦是真的 大家就真的有空有興趣 你看我已經協助佔領區域了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分桌其實有貓在飄來 我現在看貓掉了 要有機會 如果你協助佔掉的SeawardD 因為SeawardD現在人畢竟一定會少 OK 差不多囉 那各位 我沒辦法在你們面前擊毀一艘戰劍 一艘都沒有 打不到喔 好 OK啦 可是最後就是很戰略 而且你對軍事的區域你一定會喜歡 一定會想玩 對對對 那大家就去玩 都可以玩 那記得參加活動喔 掰掰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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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